新官上任新美市长侯友宜 他访是板桥区公所 要听基层第一线同仁的心声 通声勉力区长 以及公所同仁要主动出击 多到外面实际了解问题 在行动中求变 不会僵化 一再强调解决问题 不但要速度也要有温度 侯友宜来到板桥区公所 关心第一线员工工作情况 和洽工民众亲切喊圈 随后听取公所简报 他鼓励同仁有任何困难 都要提出来 大家一起面对问题 来得很开心 看到同仁每一个人 工作士气非常高 提出的问题 虽然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 但是也是极过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已经给大家管理 我希望从底层到上面 大家能够绑在一块 所以为了我当市长 潜力跟精选 我们会尽量下放给区公所 快速的反应民众的思想 其实我们在板桥公所在改制以后 精卫可能也是比较有受限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市府各机关如果要事情给我们 精卫也能够多余的增加给我们 那精卫有的东西是可以不要变在各级 就直接变在我们工作的人 那我们在处理事务的话 会比较有整体性的一个考量 侯市长表示权力跟金钱都要下放给区公所 遇到市民反应问题要有速度 但也要有温度 有空要实际去走动 站在民众的立场了解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给大家就是求心求变以外 最重要就是行动求变 你家里面跟自己走着看一看 你觉得这要改啊 那怎么不改啊 放在那里 你如果说这几十年就放在这儿 习惯了习惯就好了 那就不中了 所以我希望大概是行动中去求变的话 不一定要等待他们法定说有问题 我们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行动求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躲出去走一走 新冠上任三把火 如果侯市长不是来下马威 而是来和第一线员工拌干警 因为第一线能立即处理问题 民众最有感 所以侯市长再三勉励同仁 拿出热忱和行动力 一定要上井发条把事做好 记者房间海星美市采访报道